順便 噔噔 法國跟摩洛哥要賭誰呢 那肯定是摩洛哥阿 好的 希望摩洛哥會贏哦 摩洛哥你加油哦 我平常都用摩洛哥髮油 摩洛哥髮油 聽起來就很厲害啊 所以相信人家主球一定會踢得特別的好 嗯 我是這樣堅信的 因為他們可能 膠低抹油 欸 怎麼賭法國 你換選法國好 老闆說 等一下等一下 你們不要跟著我買喔 那個 昨天阿根廷跟 欸 昨天 克羅尼西亞跟阿根廷 我選的是克羅尼西亞 所以 膠低很油 你說了摩洛哥 那法國文囉 摩洛哥油 摩洛哥油要上十二的時候買啊 昨天你說阿根廷就贏了 那是不是要跟你 克羅尼西亞 對不起 克羅尼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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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是一盞明燈啊 我試啊 我肯定試的 今天好漂亮 今天不行欸 今天十點前一定會關 今天十點前一定會關 乾天堡沒有 還有 至少還有 我想說要留半個小時欸 我可以九點半關嗎 因為我十點有事情 因為我十點有事情 桃園 對 我們明天見 明天就是這個法社囉 今天打算不洗頭 有沒有吃飯 現在關你這麼不想我 九點半 那我們開始念榜吧 希望明天 對啊 明天超級冷 聽說明天很恐怖 而且 嗯 昨天才洗頭呢 我沒有 我還是沒有辦法不洗頭 那個 設計師幫我洗的 就沒有 就不容易出油 但我自己洗的 就還是會欸 頭髮的確不油 但我頭皮會癢 要十點才能去 開始過去機場 明天後排見 不會 我其實覺得 明天那麼冷 可能人會少一點喔 外面很冷喔 對 明天 明天外面很冷 而且明天是室外 對吧 你記得明天的台是室外 明天 喔 禮拜日更冷 沒錯 我們的reset 我就說啦 我們明天去桃園表演完之後 結束就直接飛 不知道參加這個 就不知道參加這個活動 有沒有免費的機票 是的 飛了怎麼看公演 就 再回來啊 聽說週末是寒流 沒有錯 聽說超冷 明天不上 對啊 劣集這麼快 這麼快就飛了 王一家 王一家 跟上 不知道欸 彩排的話 應該說 應該說 就算彩排也不知道會全跳 還是站位置 所以這個要 這都是要到現場才能確定的 我只能跟你確定我的站位 沒辦法跟你確定現場排程 因為排程到現場都有可能會改 來 真的沒有給我整他 嗯 因為他確信你已經入坑了啊 對吧 左右 我上次有講對不對 我上次有說整體 我想一下喔 明天第一首歌是 差不多 然後明天的第二首歌是 明天的第一首歌 一點點很一點點 超級一點點偏 我的右邊 然後 然後 後面是什麼 左邊 對吧 然後 欸 不對喔 嗯 左邊 這首左右都有欸 然後左邊 我覺得整體來說 左邊多一點點 但就真的也是一點點而已 我左右都有跳到 真的左右都有跳到 嗯 我才不會告訴你們呢 最後一首就是 我有跳過什麼位子 就是什麼位子囉 哈哈哈哈 你們現在不是都很會猜嗎 我的左邊 但是 還是 我建議還是靠中間一點 因為我左右都有 沒錯 今天好早 好吃 真的太甜了 可以問票在哪嗎 喔 你說是票 對不起 票子 最常看見的票 票子 力在哪喔 你可以 直接站中間 力 我想想 然後 第二首是什麼 欸我不知道他這一首歌的 喔 中間一點點 其實我覺得 欸不行 我不記得他那首歌在哪裡了 喔 沒關係 你就站左邊吧 反正 就算沒有看到他也會看到我 哈哈哈哈 我想一下喔 我是真的忘 我忘記他其中一首 站的位子 副歌的位子 是偏左邊那邊右邊 但是 反正如果你站左邊的話 你一定會看到我 但如果你看中間的話呢 你就有機會 就是捕捉到各式各樣的成員 對吧 你站左邊就一定有我喔 對吧 有沒有考慮一下 你的站位喔 在center啊 欸 欸來我這邊問例子 我的答案 肯定就是只有 立即的吧 哈哈哈哈 我跟Sida 我跟Mire排的是62 是不是沒看出來 站在我心中的話 就看不到我了耶 會看不到喔 要站在我眼前才行 嗯 我講胡子了 我的2可以 但Mire比了0 他是想要比這個啦 緊張吧 緊張 緊張之間 他是想比這個吧 我們練習的時候他是比這個 然後我比2 他的手合起來 那太快了啦 當下緊張太快 沒錯他是6喔 掰掰 好啊好啊 你可以去問Mire他比什麼 哈哈哈哈 勇哥你去問一下MireCWT比什麼 他一定會回6 啊 等一下 2 欸還是他是20周年 欸這樣也可以耶 他如果比0就是20周年 我不知道 我記得他們跟我講是CWT62 但是他如果比的是 他如果 不是啊 會變02 我記得他們一開始是跟我講是為了比6 因為我一開始也看不懂我在比什麼 然後我一開始就問 他就說是CWT62 但是如果他是比0是20周年的話 那也是一個小巧思嗎 哈哈哈哈哈哈 那如果我們自己看的2是正的 嗯你們那邊看02的話就是 代表 我們想要 去CWT兩次 第二次 我們再預告這個第二次 我們是 我們是合體技啊 我們是合體技啊 喔不是自己想的嗎 對 因為一開始 這是阿潘的位子啊 阿潘已經跟大家已經練過了 等我待在衝聽裡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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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你聽見了嗎 哇 有阿 有阿 我COSE LKB48的成員 看得出來嗎 我看起來就像COSER吧 我很像 100分就是 唉唷 跳完舞 啊啊啊啊啊 跳完舞下場 就要馬上變COSER的人 讓音量突破了手機的拘束 我要讓老師聽見我的聲音 嗨起來阿老師 好甜喔 這個奶油 它怎麼那麼甜 我是COSE太好了 我就COSER 我就一介無名小COSER 不用問我的CN 沒有關係 才不是告白 才不是告白 不是耶 這是一家 義大利麵店 外帶的義大利麵 奶油干貝義大利麵 還沒有聽這多的好味 沒有時間 欸對耶 我上次講錯了 我上次講安PASTA 對不對 我是要講義麵屋 我們公司附近的 義大利的義 然後麵條的麵 污脂的污 別忘了準備行李嗎 明天淘機2號行下登機 COSERAS 我上次就說義麵屋 真的啊 我記得我第一次 喔我更正過了 那太好了 那是義麵屋沒錯喔 今天一大早就去搬護照睡齊了 真的嗎 快點 我跟你說 最近真的已經很多很多觀光客來台灣了耶 而且我前幾天在那個吉普利的店 就是台灣的吉普利店 我發生一件非常 讓我錯愕的事情 就是原來台灣也可以退稅耶 你們知道嗎 掰掰小安 今天到幾點啊 今天應該要到9點半 吃的好髒喔 嗯 吉普利的店 我知道我不能退稅啊 可是 我一直不知道原來來台灣觀光也是可以退稅的 我一直以為只有日本可以耶 吉普利的店也可以耶 而且他也會問護照 而且我就是 人在台灣 我就深深感受到了 來台灣玩的人也都會講中文耶 我們今天 應該我們那天就遇到了那個 呃 會講中文 但不會看中文的人 然後 請我們幫忙看東西 沒有 台灣人不能退稅 你是本國人 他賺稅 就是要賺本國人的稅啊 嗯 會講不會看 我也好意外喔 而且 我聽不出來他們是哪裡人 他們跟我們講的中文 我覺得蠻標準 他是想搭上我們 人家是很可愛的女生 不是每個人都跟你一樣喔 呵呵呵 我剛剛是不是不小心嗆人了 呵呵呵 對不起 但人家真的是很可愛的兩個女生 抱歉了 我是很想搭訕他們啦 沒想到他們就主動來了 嗯 我我我我我主動詢問 沒有我倒是沒有主動詢問 呵呵 呃是嗎 我感覺你好像 感覺 呵呵呵 那天直接買錢吃法 你怎麼了 你去幹嘛了 你去幹嘛了 需要幫忙嗎 呵呵呵 But I just can't speak Chinese Sorry 吃義大利麵比較嗆 對阿這好辣喔 呵呵 我是可以像剛剛那樣亂嗆人的嗎 我的本性很壞 我沒有成功要到IG欸 我連人家是從哪裡來的我都不知道 我是一個失敗的搭訕者 我很抱歉 讓大家失望 各位師父們 你們平常都怎麼要IG的阿 要成功要到的那一種阿 剛剛不是還算很甜嗎 我去吉普利的店 五臉男的錢 我跟你們說 他現在出了五臉男第二代的零錢 就是那個五臉男不是你把錢壓在他的那個盤子上 然後他就會吃進去嗎 然後我原本去日本的時候想要去找那個五臉男的夜燈 然後我一開始還一直以為 他在打廣告那個是賣五臉男的夜燈 結果 沒有 他就說沒有 台灣沒有進 五臉男夜燈 第二代的盤子 對樓下一代 盤子 第一 他的確是五臉男的盤子 我待會再跟大家分享我在吉普利店發生的事情 讓我好好吃個麵 為什麼每次都 開始吃的這麼髒阿 我的嘴 嗯 上次忘記跟大家分享的密室逃脫了 我去玩的是這個 鼠山跟天方夜燈 鼠山跟天方夜燈 超可愛的這個 小神章 然後這個就是很普通的很 很中國風的印章 這就還好 吃飯的 我吃 我玩的是鼠山跟天方夜燈 在放樂 我比較喜歡天方夜燈的玩法 但是鼠山 其實鼠山的主題才是我愛的 就是中國風阿 然後包含裡面是寫鼠山派 他的後代變成了各種派系 然後其中幾個派系呢 都是我很有興趣的 然後結果玩起來我覺得還好 好 遇見飛行 喔對QR code掃了是解說 欸但是活動簡介吧 欸你還是不要掃好了 你覺得怎麼樣 看名字想玩鼠山 那我推薦你可以都玩 我也是比較鼠翼鼠山 但我覺得我最推 放樂工作室的話我最推的是那個 看一下 那個的名字叫什麼 我上次不是一直查嗎 喔查了這麼久我最後都沒有說出東西耶 結果大家好像也沒有問我 我後來結束我才發現我整場直播沒有說出一個所以欄 沒有 我沒有推感染我要推那個 啊我要推那個 那個幻境齊航最終的航道 四到八個人玩 然後我覺得超好玩的 幻境齊航跟那個 嗯其實我覺得永生節也蠻好玩的 永生節 而且永生節 他還 嗯 他是續作但是其實沒有關係 直接去玩也不用知道第一個作品寫什麼 因為我沒有玩到幻境齊航一 我覺得應該他的續作的概念只是他 換了關卡吧 更改了裡面的內容 難度之類的 然後幻境齊航也不難 但是有一個特別好玩的地方 所以推薦你們可以去玩 他的這個空間還不錯 然後永生節的話是因為我有一個很有印象點的空間 而且我覺得永生節不簡單 有一段我的腦子一直轉不過來 所以是我朋友幫我解開的 然後我沒有全部都玩過耶 我還有幾個沒玩過 接下來明年出來的驅魔 我很心動 然後我發現 病變我到底有沒有玩過 我真的忘了 感染我應該有玩過 是病變跟試夢 我好像還沒有玩過 好像 可是 欸有我那個感染我玩過了 應該是病變沒有玩過 所以我沒有要推啦 我沒有要讓你們去玩 有球池可以丟人 什麼東西 球池 請問在場 除了現在一直在跟我對話 這位先生以外 還有人對密室逃脫有興趣的嗎 有沒有要推薦我 一定要玩到什麼密室逃脫 但是我跟你們說 就是因為我太難約朋友了 我的朋友都是不同圈子不同圈子的 然後一個圈子要很多人同時 又剛好跟我配得到時間的話 真的是挺難的 有 有我知道 喵靜夢遊我玩過了 喵靜夢遊它是派頓式主題 它其實 跟miss好偷有點不太像 但我覺得還蠻好 蠻有趣的 如果你是跟就是 三五好友一起的話 然後我們可以去玩二十人的那種密室逃脫 結束後 好像我那個時候去的時候有三隻貓咪 然後其中一隻是 其中一隻是美短 然後我最想 我此生最想養的貓咪 除了米克斯以外 最想養的品種貓就是美短 所以我蹭了美短蹭好久 嗯 關落英我同學很推 但是 我 沒有主動去玩很恐怖的密室 而且我跟妳說喵靜夢遊的 就是 就是關落英的那個 那個工作室 就是喵靜夢遊的同一個工作室 然後在西門的喵靜夢遊 他的 樓上還是樓下的廳就是關落英 所以你在玩一個如此開心的密室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 非常的影響心情 是的 當你在開心的路貓的時候 隱隱約約 你會聽見 啊 嗯 嗯 樓面在最上層 好久之前了 我不太記得 我只記得我有聽到尖叫聲 沒有啦 直接在遊戲當下不會聽到 但是在等待試試完全聽得到 我就好後悔 我當初沒有在密室逃脫 或劇本殺剛興起的時候 去試試看打工當小天使 現在來不及了 我好想要 好想要玩玩看喔 你知道小天使 跟這個遊戲好不好玩 有超級大的影響耶 如果小天使就是 那個很融入劇情 或者是很活潑的話 你就會覺得超級投入在裡面的 我現在去當小天使大概在幫會排不完 對 聽說現在很缺人 我去放樂的時候 他就問我說 你有興趣喔 真的嗎 那你要不要過來 好唷 小心先去忙 GOGO 哈囉 你要不要 真的我現在很缺人喔 你有沒有興趣 你填一下 你填一下我們馬上就會開始練試 你只要有玩過 而且你剛剛說你都玩過對不對 沒有問題 你要不要來 我路過了 有機會 有機會 他好像 因為我就看到他們那真人 然後我就隨口講了一句 天啊好想來喔 然後我就 瘋狂的 被輸出了一番 真的 而且 關於呢 因為 我沒有玩過很 除了那個辛亥隧道 是我玩過最恐怖的密室逃脫以外 我沒有玩過太可怕的密室逃脫 只有玩過很恐怖的劇本殺 但其實我玩那也沒有很恐怖 可是 我忍不住 你知道人在害怕的時候呢 就會想要口出惡言去驚嚇一些讓你害怕的東西 然後反正我在那一場劇本殺裡面呢 就擔任著一個瘋狂的跟小天使鬥嘴 但是口出惡言香香的那種人 那個小天使 非常非常的滿意我的表現 然後就一直嚇我 一直嚇我 然後就想說 如果哪一天我當小天使 我也想要這樣做 我跟你說 因為劇本是阿 對阿 我一直在吃東西 就是 因為那時候 劇本殺基本上一定要 換衣服 然後 換好衣 呃 他就是會帶你去換衣服 然後跟你講一下 你的角色有什麼需要做秘密任務 跟你待會一定要做什麼事情之類的 然後 他那個時候就是因為 我就一直在跟他吵嘛 我就說 你不要嚇我喔 你不要很恐怖喔 你不要在那邊喔 之類的 然後反正就是我整個人 被帶去更衣室的時候是一對一嘛 然後我就有點緊張 然後 他就說 呃 好你放輕鬆 怎樣怎樣怎樣 好好你撐好要出去了 然後他就突然把門砰一聲 然後我就 啊 所以整場 小天使都在嚇我 怕死了 我再也不跟小天使鬥嘴了 好生氣喔 所以我就 那天看到那個招目表 我就很想 一圓我這個 下課人的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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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可是如果有一天遇到 謝謝阿成 如果我遇到了很兇很兇的那種 客人 然後一拳打過來怎麼辦 哈哈哈哈 是很有可能的吧 是不是 小天使是不是要長得兇神二殺一點 或者是 身強體壯一點 蛤 告他 哈哈哈哈 我覺得我很有可能被客人打 要是我這麼調皮的話 沒錯我是MOMO加柏林的髮色 我發現BILLY很致力於幫我們宣傳各種活動 而且其實看久了 會發現他的宣傳詞都蠻有趣的 我沒有想要跟大哥哥一起玩 可以呀可以呀沒有問題 但我很有可能會被人家嚇到 就是我在嚇人的時候 然後他如果尖叫我嚇到了怎麼辦 直接露餡 所以我就算要去做 我也絕對不會做恐怖的 哈哈哈哈 是吧 紫老虎 欸之前就有 我之前就有看過 就是有Youtuber嗎 他是Youtuber嗎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影片製作者 然後他就是被邀請去密室逃脫 當女鬼 然後結果 就是總是去密室逃脫的時候 總是會有一些很 不怕這種恐怖遊戲的人 然後他就說 他就嚇人 然後結果那個人就沒有嚇到 然後還跟他講話 然後跟他說不好意思 想問一下就是往哪裡走 然後他就一直嚇 一直嚇一直嚇 甚至一樣碰到他了 然後他都沒有反應 然後他就 然後好像還有 他後面好像還有被人嚇到 就是因為有人衝進來 然後他就嚇 然後就會 那個人衝進來之後 就被嚇到嘛 然後結果女鬼就自己嚇到往後 走了一步 整個畫面 我也在想他是嚇到小曼嗎 是不是 心臟很大顆 會打人的應該都不會玩密室逃脫吧 是直接玩逃脫 OK 有限時版的幹嘛不玩 我自從那個放下我包 之前不是有去吃Lost嗎 然後去Lost玩完那個 月遇的那個密室逃脫之後 我現在看到任何有關監獄系列的我都很有陰影 哈哈哈哈 居然有錄影喔 不會爆雷嗎 欸我也不知道耶 可能他有商討過 只公布哪一些片段吧 因為他公布的事好像是監視器畫面 手打面 而且我跟你說 聽說Lost的那個月遇的那個遊戲 本來那個故事裡面是沒有嚇人的部分 就沒有那麼多驚嚇的部分 然後是我們姊姊硬是跟人 跟人家硬家的 好生氣 對 大馬環球影城也有惡靈古堡的MISS 怎麼回事 吃飯 不可以講話大家 吃飯記得不要講話大家 吃飯記得不要講話大家 好的 我邊吃邊喝 我哪有很high 我很普 現在 很快 但剛剛是吃麵 吃麵的時候記得不要講話 啊 我看一下 喔 惡靈古堡MISS 好多到什麼時候啊 說不定我明天再去 我明天再去一次 哈姆 我現在可能需要哈姆雷特喔 哈姆雷特 我只有看過哈姆雷特打麻將耶 我沒有看過真正的哈姆雷特在做什麼 有人可以告訴我哈姆雷特有多悲嗎 哈姆雷特 巴哈姆特 日文要聽懂 哈囉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 我在吉普利工作室那天 喔不是 我在吉普利 呃 這叫什麼 我在巷子共和國那裡發生了一件事情 感覺是長期喔 是個白癡故事 以前以前有好多留下來的經典故事都是挺 挺 挺讓人不理解當時為什麼要懊惱這麼久的 其實我上次看完那個 呃 中樓怪人之後 我也是覺得有點小莫名其妙 我就說 真普 整部劇部叫中樓怪人 叫吉普山女郎 我都覺得很合理 哈囉 我看完之後我就想說 呃 嗯 好看跟好聽 但是 劇情不理解 真的要劇情的話 我真的還是覺得 那個 歌曲魅影真的太符合我的胃口了 對 中樓怪人就真的是聽歌 呃 但是真的很好聽 我的那一場的男主角的聲音 因為我不知道是哪個演員 然後可是 因為 我朋友有特別follow 他就有說 這一次來的 呃 牧師嗎 主教主 欸主教嗎 欸死定了 我忘記他是什麼什麼身份的 反正就是 啊 我知道啦 那個不是不是 副主教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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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遊詩人 還是副主教 好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銀遊詩人還是副主教 其中一個角色是他很喜歡的 呃 唱歌 唱音樂劇的演員 然後所以 他那一場就是 呃 他好像買了好幾場 是那個演員演的 唱音樂 哦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 銀遊詩人 的聲音 但是 整體來說 我覺得 唱功最厲害 最響亮 最有印象點的 果然還是 中和怪人本人 我朋友大概是副主教 真的嗎 為什麼 當巴黎聖母願是天主教 不一樣 蛤什麼 怎麼 怎麼突然開始在討論宗教 怎麼聽起來是家家 你說我的聲音嗎 突然講話有黑哉哉的感覺 對 他那個沙亞 一定是天 天 是天賦吧 銀遊詩人的話應該會記得 怪人吧 最有印象 好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前幾天 在巷子共和國發生的事情 就是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幾周是天空之城的上映周 可是 我們忙完可以看電影的時間已經過前兩周了 所以我就沒有拿到海報 所以我就沒有拿到海報 我很難過 跟我去看電影的朋友也很難過 超難過的 因為上一次我們神以上女 我有點忘記神以上女我是第幾周去看的 反正不是第2周好像 好像是2 好像是3、4了吧 然後 我想要 而且我們去問的時候啊 他還說 嗯 對不起 我們真的發完了 完全沒有剩嗎 沒有發完就沒有了 很想在櫃台跟他哭 反正就是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神以上女那個時候上映沒有什麼大檔的電影同時上 然後 所以 呃 神以上女就變成非常主要的電影 然後 那個時候海報量也超多的 結果 我記得一直到第4周都還有特點 然後結果這次 天空之城第二周 第三周就沒了 然後 對 神以上女每周海報不一樣 然後 天空之城也是啊 第二周好像也不一樣 而且他是雙面A上海報 神以上女是單面A上海報 然後 可是我覺得質感超好的 他現在還在我頭頂上 我超喜歡的 而且我去的這一周 欸 剛剛有人說是第三是不是 第三周是 那個 千尋在橋上奔跑 要跑回父母身邊 然後 就是所有 在那一個 在這個世界的所有人 都集體跟他揮手說掰掰 然後有很大一隻博獎 然後我超喜歡小少爺的 我超喜歡寶寶的 所以 他超大隻我很開心 但就是沒有 沒有白龍 嗯 這整張海報也都沒有白龍 但是有那個欸 有那個 有白蘿蔔神 我超喜歡的 大根神也超可愛 然後 反正 反正就是天空之城到第二周才有 然後第三周就沒有了 所以我就很難過 但是今晚呢 我有事先買 大 我們有事先買套票 才去看電影 所以我就拿了一張 天空之城 拉普達 拉普達 這是拉普達 拉普達 然後這個就是 它好像是 是什麼門票還是車票 反正它就是一個紀念票券啦 但我覺得還是蠻有質感的 而且 呃 先買套票雖然沒有便宜到超多 可是我覺得很好看 就是這個 這個套票真的蠻好看 然後 然後 我給另外一個人 是那個 呃 就是巴魯跟Cita 巴魯跟Cita 還有 還有什麼啊 另外一個是什麼啊 我看一下喔 我記得我有拍照 在哪裡啊 喔 跟大家分享 JoJo今天 中間上架了 聽說現場 爆滿 大爆滿 好 跟你們分享我想要的 這一個 超可愛的 而日本台灣都沒有了 難受 看看 啊 不是啦 我講錯了 不是 不是那個耶 不是五臉男沒有了耶 五臉男有耶 五臉男有耶 我想要的是卡西法耶 但是台灣五臉男也沒有了 這個這個喔 是這個喔 是卡西法 我剛剛一直在這個 精神錯亂 我想要的是卡西法 是對 喔 我講錯了 日本五臉男還有存貨喔 但我那天是真的 很很衝動想說如果台灣店有的話 我就 對不起對不起 是卡西法啦 大家不要 大家不要理會我的胡言亂語 就我一直想要的夜燈是卡西法的 但是聽說台灣是完全沒有 進卡西法 然後日本的話 店員是跟我說已經沒有了 這樣子 想要的東西還可以忘記嗎 想要的太多了 哇 這個 這個 我在猜 我們在猜下一次上映的是魔法公主 就跟你那隻獅子 剛剛送的那個 訓獸獅妻啊 那 博承下一次你就可以訓那個 那一隻叫什麼啊 長老 長 長什麼神 長老神嗎 長老獸 長什麼 長獸 本來就是 魔法公主騎的那 魔法公主遇到的那隻長老 很像鹿的那個叫什麼 是輪流上一遍的歷史嗎 我覺得一定是輪流上一遍 吉普利怎麼可能不坑我們的錢 對 蝦皮有大很貴很盤 所以大家不要亂來 我相信他一定會再版的 我們等等 然後這個是 在日本有賣的會發亮的 呃 他叫什麼啊 喔 飛行石 飛行石 然後呢還有什麼 我看看喔 我那個時候 我看一下 啊走到了這個這個這個 機器人 就是他總共我拿的是這個 天空之城 然後他有機器人跟 登登 西塔跟巴魯 機器人很可愛 有副小鳥嗎 沒有 而且我比較想要那隻鼠 那這是叫鼠什麼鼠的 就是風之鼠裡面的那一隻 超可愛耶 而且我跟你們說我看完天空之城 其實我沒有想到我看天空之城會哭 我印象不是很深 我對天空之城的印象真的是沒有很深 我就想說應該還好吧 我記得 是很不錯的結局 結果我只記得是一個好結局 然後結果我還是哭了 而且我是在最後一幕哭的 沒錯 天空之城的心得 我說了這麼久 我終於可以去看天空之城了 我斷了好久 而且我們結束之後 就去逛了那個 吉普利的巷子購和果 然後我原本很心動 要不要買那個飛行石 但我覺得太盤了 一顆不會亮的石頭要兩百塊 喔 等一下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很生氣的事情 雖然我後來得到平反 只是呢 台灣的巷子共和國 賣得比 River還要便宜 超級一點點耶 差個五塊十塊這樣子 台幣 不是清倉 是同時間賣的東西 是同時間賣的東西 因為呢 登登登 登登 就是 我 日本算起來的話 差不多也是快這個價 就是 我買起來 日幣1320 然後如果不是以刷卡價算的話 1320 我除以0.22 好了 2320 乘以0.22 290 然後 現在台灣是賣280 大家不用說 這個我已經拆過了 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而且拆封了當下 我有拍影片 但是 我還沒有去看那個影片 因為那是我的痛 我拆完之後 罵了一聲國罵 所以 我看一下那個影片有沒有錄到這個國罵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可以放 但是如果有的話 我就不能放 我拆到了春日神2號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春日神1號 這是1號 這是1號 春日神1號 還有小啾啾 還有小啾啾 我跟你們說 發生一些事情 就是呢 因為 日本那邊的 有國罵就消音會減掉 春日神1號 好 等一下等一下 大家先聽我分享這件事情 反正呢 就是台灣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庫存很多 就是 整個 巷子共和國 它下面好幾盒 都是全新的這樣子 然後我們那時候 就想說我們來試個手氣 就是都從全新的那個 八個裡面 挑一個 自己 就是摸起來有感應的 這樣子 然後反正我就在那八個裡面 就是感應了一下 然後就挑了一個 倒數第二個 中間一點的 然後還特別拔起來 然後結果 登登 春日神 欸 啊 差有錄到 應該是看到了就反射出來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控制我自己 呵呵呵 對 我跟春日神有感應 真的有感應欸 真的嗎 愛抽 我沒有很愛抽合啊 因為我沒有地方擺 所以其實 我說真的 我也就是 我是因為有朋友一起去 我才 想說我們試個手氣 看看會抽到什麼 而且因為有朋友的關係 你知道怎樣嗎 就是 有朋友呢 如果我再抽到一隻 春日神的話 我就想說我有個退路 然後 雖然我一直沒有想到 我會用到這個退路 但是我就想說 如果我有抽到 春日神的話 我要跟他換 這樣子 然後 所以 所以 我要感謝我的朋友 朋友 我愛你 我 我以後會好好的圍繞你 我會讓你覺得 我是一個有用的朋友 我 未來如果你有想要什麼 一定要跟我說 沒有 他不是抽我這一盒的 他抽到的是 他是那個 河川之神 你們知道嗎 小時候看了會覺得很害怕的 來跟你們分享 河川之神 這個這個 河神 讀不起朋友 謝謝朋友 是乾淨的河神 朋友我愛你 你雖然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機會在這裡 聽到我對你的告白 但真的 他是我的神 河神啊河神 音量你好開心 真的我好開心 謝謝 謝謝我的朋友 我好感動 我很抱歉 讓你 不是 他覺得 沒有我們一致覺得 我被春日神 詛咒了 哈哈哈 朋友這時候就很感人了 真的 朋友人 我的超人 所以我 我以後出去玩 或者是看到什麼可愛的東西 我會想到他的 我會好好圍繞他 我要感謝他這個 就是 對我 對我如此的友善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不要收集兩隻春日神啦 春日神我沒有不喜歡你 我覺得你很棒 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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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拜有保備 我有拜你 我就會看到你的朋友 很多朋友 這樣是被他的概念 你說 你說我的朋友嗎 哈哈 哈哈 兩隻春日神的話 可以在家門口當門神啊 我拋棄了一隻春日神之後 會有五隻春日神來找我 對啊 但春日神質感是真的很棒 而且有啾啾 你知道嗎 春日神是有三隻啾啾喔 他是有啾啾的神 啊啊 好好好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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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感謝你今天差一點讓第二位朋友進來我家 但是沒有關係 我對你是一心一意的 我只希望 就是有你待在我家 我才能好好照顧你 太多的話 我可能會照顧不來 我怕會招待不周 這樣我會很不好意思 所以今天 才又把你的朋友給請走了 希望下一次呢 就是有機會 可以見到各種各式各樣不一樣的神明 但是如果是春日神的話呢 嗯 我還是只會鍾愛你一個 謝謝 希望你聽到我的聲音 哈哈哈哈 那你知道嗎 我忘了 哈哈哈哈 我有忘了 有 我那天還有問我朋友說 欸 你會春日神的念法嗎 然後他好像要跟我講 HARUTA嗎 HARUTA嗎 HARU HARU HARUTA 不知道耶 日 錯了 我不記得 我不記得了 哈哈 代表很不忠心啊 很不忠心耿耿 好嗎 請問春日神的日文怎麼念 結果 結果之後你讓身邊的朋友全部 我跟你說 我就跟我朋友講說 如果下一次還有這個吉普利的電影 然後結束之後呢 我們就是可以再去吉普利的那個 呃 巷子共和國看看 然後 如果還有再賣這個盲盒呢 我們就再抽一次 啊 KASU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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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春 日 神 KASUKA 為什麼啊 KASUKA的由來 欸欸欸 嗯 完全對不上是 讀音 嗯 為什麼是KASUKA 姓是特殊的 所以它就是一個特殊要背的念法 是嗎 另一個念法 不要用漢字去記 KASU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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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只知道我下一次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要去春日神社啦 我要還願 然後 反正我就跟我朋友講說 下一次呢 如果我們再看完這個吉普利的電影 我要帶一個 我要去交一個新朋友 我要去找到一個 喜歡春日神的朋友 哈哈哈 我要說 我要跟我 就是我要跟 喜歡春日神的這個 還沒有出現過的新朋友說 就是 你喜歡春日神嗎 我 達成你的願望 哈哈哈 KASU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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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這樣有念錯嗎 比較 比較 對了 一點點 謝謝 先找好退路 KASU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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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SCO 好 就決定是KOSCO了 對 我這次就是 跟朋友一起去看了 天空之城 T déjà 我 用水 既然你說吉普利會抓板 拚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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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露 deme 拉 拉 拉 KASUKA 拉 拉 拉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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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首 天空之城 沒錯這麼想念我 我是挺想念 所以我們就先謝謝朋友 我愛朋友 然後我們來開箱 對不起朋友 沒有 我有朝一日會好好打謝你的 我們應該還是朋友吧 好事多之神 沒錯 Costco 你應該收集五個春日神 然後底座 沒有喔 我跟你說 他所有神明的底座 都是可以拼在一起的耶 我覺得日本真的超貼心的 而且我跟你說 基本上呢 因為我們是去 現在那個像子共和國以前在B1 在ATD的B1 然後現在改在 信義星光三月A8館的四樓 然後 我們那時候就是去信義的威秀看完之後 然後走去A8館看 就是照理來說呢 日本人 這個賺錢的商機呢 是應該要直接擺一個快閃櫃在 電影外面 電影院外面 哈哈哈哈 就是因為他的板子都可以拼在一起 所以就會很想要湊套 你們知道嗎 日本人真的好懂喔 一個很容易騙錢的國度 好差之神 而且我覺得我朋友手氣真的很好 這整個 就是這整個盲盒裡面 你看 和神 老爺爺他一直是 處於一個門面的狀態 有沒有看到 他就是非常大隻的門面 他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我在想 我下一次到底什麼時候 可以抽到這個 小鳥神跟大根 我好想要大根 跟大家分享 超精緻的 而且我跟你說 我開箱的時候呢 我發下了紅怨 我沒有說我不要什麼 我就說我非常的佛系 但是我們發下紅怨 我想要這個 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來個隱藏版 這樣子 殊不知 春日神隱藏版 真的是挺隱藏的 找到洞了 嗨 日本通常會直接放在電影院 對啊 應該要有聯名咖啡廳啊 對吧 春日神 嗨 哎呀這麼逢 我就來囉 基本上應該是我家的春日神 想要交朋友吧 我知道他一個人在我家是挺難過的 而且我跟你們說 我前幾天在上課 然後在寫筆記的時候 這隻春日神不知道為什麼 很突然的往下掉 就是他就掉在 就是突然從 因為我是架在比較高的地方 然後他就突然往地板上掉 嚇得我毛都掉了 我想說他為什麼要掉下來 這盒還抽到春日神就真的省了 對啊 該不會是在幫我擋上 是因為我學習的不好嗎 他要懲罰我 欸沒有耶 他這個不能拼在一起的 看一下喔 都特別做成拼圖的樣子了 還不能拼在一起 日本人怎麼了 這不是我認識的日本人 日本不是這樣子的國度吧 欸真的不能拼在一起耶 還是只有春日神跟春日神可以拼在一起 沒有耶 可能角度把要擠滿 你看 你說每一個嗎 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神 旁邊只有固定可以站那個神 是嗎 有順序的 春日神跟和尚之間 該不會 對我要擠到大拳套是嗎 你看春日神的腳位能不能連續 腳 什麼腳 什麼腳 可能中間還有 看來是B級品才會拿來台 那他賣的便宜就有道理了是吧 欸不行耶 為什麼他很鬆 我試試看另外一頭 拼圖的凸起 我看一下盒子 我要跟大家分享 有一個人report跟我說他抽了一盒盲盒 然後他抽到了 垃圾盒 垃圾盒 欸他他在 他在日文裡面叫什麼 呃 髒污 什麼什麼 會 烏會 烏會 烏會神 烏烏嗎 垃圾 反正他就是垃圾神就對了 這隻 他抽到這個 好開心喔 不可能是銅盒才能拼 怎麼可能 這樣就對了 羨慕齁 你說垃圾神嗎 我沒有很喜歡 腐爛神 腐爛神 對啦是腐爛神 我記得這個問題我上次都直播問過 糟糕 代表我的腦袋根本就沒有在轉 哪個我是一個 現在學習不好的人 他真的沒有辦法 他連底座大小都不一樣 可能還有春日神B 春日神C 好啦等我 等我 等我湊成一個套組 大家如果有需要 需要的話請洽詢下面 0800 大家如果有需要購入一整套 那個春日神 或是你發現你朋友 特別喜歡春日神的話 記得call out我們喔 如果打電話找不到我 也歡迎洽詢好言娛樂 可以說你要找AKB的蔡郎恩 不是贈品跟音... 欸等一下那個... 我很抱歉 那個字念燕嗎 我從來沒有使用過那個字 是... 賢品 對吧 好太好了 平常... 平常我看到那個字 知道他是假貨的意思 但是我從來沒有使用過那個字 抱歉 這就是國文造詣不好的部分 這是呢 沒有這不是賢品啦 登登 這是兩個不同的神明 跟大家分享一下天空之城 然後... 嗯... 我跟你說我覺得 因為我... 我已經快要忘記魔法公主的男主角 到底衝啥了 就是... 我在猜下一部重映的 不是魔法公主 就是魔女宅即便 因為... 因為魔法公主25週年 明年是25週年 所以... 我覺得一定是魔法公主 然後... 呃... 接下來呢... 我是不是要為了去看一下魔法公主的男主角 然後去... 然後去補一下魔法公主 我大一才看過魔法公主 可是我... 現在也才... 大四的年紀而已 我...三年我就忘記了耶 然後我記得大家都說魔法公主的男主角 是... 所有吉普利裡面最強的男主角 所以... 我現在就... 完全忘了一乾二鏡 我今天看完... 呃...不是... 我那天看完... 我那天看完... 我那天看完天空之城之後 我那天看完天空之城之後 我就覺得... 巴魯也蠻厲害的啊 呃... 或者是心靈軟弱 但是實力很強大的人 可是... 我覺得... 那個... 最強男主角 不是這個意思 最強男主角 是那種... 體術上面... 超乎人類的那種 或者他還是個人啊 他是有... 他是魔法師 那他一樣會受傷 可是... 巴魯他... 就是... 那會都... 呵呵... 沒做事 巴魯的身體能力超級不正常好不好 千尋的爸爸不是男主角啊 對吧 超強耶 到處爬 到...到很不合理的程度 對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因為... 我發現... 在日本買吉普利 居然還貴了這五十... 五到十塊 我就... 很生氣 於是... 我就... 呃... 呵呵... 呵呵... 在台灣買了一個... 刺繡徽章...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 還是日本的巷子共和國比較多東西啦 因為... 我在日本的時候就有... 買那個... 卡西法的戒指 然後... 也有看到... 卡西法的包包嘛 那個... 呃... 帆布袋 它那個帆布袋超可愛 它是... 呃... 是毛絨嗎? 我不知道 它不是刺繡 但是它就是... 嗯... 一個... 滿... 高質感的材質 嗯... 可是滿貴 然後我就沒買 然後這次我在台灣的巷子共和國 就看... 好... 就不見了 想說... 我在台灣的巷子共和國呢 就看到了一個... 我不會用到的東西 圍裙 然後它是... 龍貓的圍裙 然後它那個... 就是它那個龍貓尾裙設計的很可愛 它中間那塊的龍貓是毛毛的 就是你摸它超好摸的這樣子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價格 台幣1350 啊... 沒事了 怎麼可能買啊 沒有 不會用到就不能亂買 尤其是它很貴 我原本想說 它如果一千塊以內 我可能就... 我... 我可能就會這個三關不是很正 而且我跟你說 就我跟我朋友一起去逛巷子共和國的時候 我非常的明顯的感受到 我們的三關都已經壞掉了 因為我們走進巷子共和國 然後我們就看了一下單價 350 280 400 欸 怎麼會... 滿便宜的感覺 自己也不是賺了多少 就是... 不是因為賺了多多 只是因為... 被當盤子太久 所以三關壞掉了 三關壞掉了 價值跟崩壞 對... 所以... 我們就... 逛了一圈之後 但是我覺得台灣的 巷子共和國有點... 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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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買的東西耶 我們很認真的... 想要... 報復性消費 因為我跟他講說 在日本還比較貴 然後我們就想說 好! 然後有看到喜歡的就買! 然後結果逛了一圈... 痾... 好像沒什麼東西可以買 因為... 我那時候在日本的巷子共和國 看到超多東西的 包含襪子 就是... 我這次去就是有幫我的朋友 戴購襪子 痾... 我不... 我不記得我自己把襪子 我看一下我把襪子放在哪裡 等等喔 如果... 如果不在這一袋裡面 我就... 好! 那就不在 那就沒有辦法 現在跟大家分享 這袋是我要給我的各種朋友的 伴手禮 然後... 有一些還沒有見到的朋友 我特別... 我特別帶了一隻 從日本帶回來的梅德蒂 要送朋友的 登登! 因為這個系列超可愛的 這是什麼 招和... 招和辣妹嗎? 好像是 啊! 天啊! 欸! 我朋友那天跟我講說 他們出了一個系列招和的很可愛 欸!他該不會說這個吧 等一下!那我要問他 我那天還跟他說 我不知道三立歐有出招和系列 殊不知我有買是嗎? 嗯! 對! 有沒有見不到的朋友 是... 見不太到啦 你說的招和系列 該不會是這個吧? 我改不掉我打出來字 會想念出來的弊病 好!我很抱歉 有大耳狗嗎? 有喔! 而且大耳狗是... 大家知道吧 大耳狗是男孩子 所以大耳狗他是穿... 男裝 但我沒興趣 這一系列我沒興趣 然後這個也是... 好!謝謝笑意的購買氣球喔! 謝謝!怎麼這麼突然 然後這個是我朋友 請我代購的 美樂地跟庫洛米的襪子 大耳狗是... 男生喔! 他是2001年出生的男性 而且今年是他的... 20週年 他是要20歲啊 21歲了 然後我看看 我還... 喔! 我在日本抽的盲盒 我忘記... 我忘記發影片了 對! 大耳狗比我還要小喔! 他是2001年出生的 是...是小男生 小鎮太你看 我就說吧 我一直都是喜歡小鎮太的 在三立歐上 也是怎麼樣 也是這樣 我可以發到明年耶 我就說我去日本的庫存 要發三個月 誰都不要催我 呵呵呵 然後... 我看看喔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這個...喔! 這個系列都超可愛的 我跟我朋友去看就是 找到了一個系列 怎麼抽都喜歡 所以我們就買了這個 但是我要說大家就是 不要失心瘋啦 因為... 我聽說這位朋友 他之前已經買過了 但他就是... 看我要買 所以他又再買了一個 沒有! 開網盒沒有要消音了 這個我全部都喜歡 超級喜歡 我那時候是覺得抽到什麼都可以啊 因為我真的是被春日神給嚇傻了 我不敢亂說 哈哈 但是... 我覺得如果整個系列我最想要的話 應該... 應該是這個吧 大根 然後還有... 這個是... 小少爺的老鼠 那隻老鼠叫什麼 其實我也忘記了 他好像沒有名字 就是大根小... 然後小少爺 謝謝小... 小翼你怎麼了 你怎麼突然一直默默的 送告白氣球跟啾啾你 然後... 這個是... 這個我也蠻想要的 然後其他的都很可愛 而且其實我還是蠻喜歡 湯婆婆的 不對 對...你是湯婆婆 對...他是湯婆婆 其實湯婆婆我也還算是蠻喜歡的 他也不是絕對的壞人嘛 就是生意人而已 所以這一系列都超可愛 我超喜歡這個 然後呢 跟大家分享 這個手氣就非常亂啦 登!!! 白龍 而且我為什麼要買 他其實很貴 就是... 如果是一個... 一個徽章的話 他的價格真的很貴 他是赤袖徽章 可是他一個要240 然後可是因為這種徽章啊 他會生鏽 所以... 如果... 如果他很寶貝的話 可能大概也不會拿出去別 他真的很貴 但是因為他是刺繡 我就忍不住 我就有說嘛 我很喜歡刺繡的東西 我就忍不住 我想說好吧 這麼好看就買一個好了 你看他是立體的 超漂亮的嗎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朋友抽到什麼 我朋友抽到啦 小松園老鼠 小松園老鼠超可愛的 可愛吧 真的 他真的好漂亮 而且... 我覺得剛剛好是這個 特別精緻 就是白龍的旁邊這個 像河一樣的線條 他會... 他有加那個銀衝 你們知道嗎? 金衝 他是有秀... 你們可能看不出來 他有色差 這是白的 這是銀色的 然後實際看的話 他是銀衝 很亮 確定不是換來的 他抽到的也很可愛 我們這個 這一次手氣都超好 對他是銀線 然後會亮亮的 但是 如果有下一次 然後我達到財富自由的某一天 我還想再去抽 真的很可愛耶 白龍 其實是做任務除的 所以都把它換成了浪花 明年就可以了 明年就可以財富自由嗎? 不行吧 財富自由... 今年剩下15天 我希望我明年可以財富自由 財富不夠自由才要用抽的啊 對啊 如果財富自由的話 我就一整盒買了 我就春日生 來幾隻都沒有關係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在日本 幹了一件很笨的事情 就是呢 大家知道PS跟YARING的差別嗎? 這個YARING跟PS的差別 我在學日文之前 我就已經知道了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是因為歌曲吧 就是因為我之前在歌裡面 就聽到了PS 然後我想說 可是日劇裡面聽那個耳環 是叫YARING 然後就是查了一下 我才知道 PS是耳針式的 YARING是耳夾式的 然後呢 其實所有的日本產品 多數都有分耳夾耳針 因為日本不是很普遍的打耳洞 然後 反正 我那天在吉普利巷子共和國的時候 我就有看到PS跟YARING的差別 然後我那時候就看到了 小少爺老鼠 然後我就太興奮了 然後我就走過去 就是隨便先拿了一個拍照 然後我就拍完之後呢 我就心高踩跌的 直接把它放進購物車了 可是 我忘記它有分PS還是YARING 所以 我就買到了耳針式的 啊 超笨 對 雖然價格一樣 但我就是幹了一件很笨的事情 希望大家以後購物不要 像我這樣沒有帶腦的購物 去日本就很容易沒有帶腦子 但其實我在台灣也是沒有帶腦子的狀況 今天就是一個分享 分享各種周邊的行程 抱負性購物 對啊 可以用耳夾轉換器 但是我現在有很多耳夾轉換器 都已經在耳針上了 原因是因為台灣很多很漂亮的飾品 是不做耳夾的 所以我就必須去用轉換器換 但我現在手邊的轉換器都已經 明花有主了 我現在得再去購入新的轉換器才行 課滿了 對 失心風的範例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 不要太失心風 雖然是這麼說 但我還是 不要太失心風 因為我跟你們說 這件事情是這樣 我在日本呢 其實已經買了幾張明信片 因為日本的明信片呢 它是可以當 它每一家有限定的 而且是有時間限制 然後那時候我就看到天空之城的這個 印帳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我一定要來印一個 然後我就買了 結果 不是我跟你說 然後我就買了 但是 但是我就發現兩個 我都好心動喔 我就買了兩個 但是這個超失敗的 因為 我已經印超大力了 大家看得出來我旁邊都已經爆枝了 結果它中間就是一直不出來 然後我就 這個你看我都印了兩下 結果都沒有 我最後只好 就是往死裡 我整個人已經飛起來了喔 我 我整個人壓在那個印章上面 然後 還 腳已經離地了 然後可是 我全身的重量 就還是只有這樣而已 底下東西不平嗎 沒有耶 我墊在一般的桌子上面 然後 但是第二個就好很多啦 是不是 成功很多吧 很好看嗎 很好看嗎 就是的呢 中堂 你這個時間是補習嗎 怎麼會中堂 你知道我剛剛並沒有再跟你告白吧 對吧 你應該很清楚吧 應該有看到我眼神裡透露著 不 不是 不要誤會我 這是暗中讚美自己體重很輕巧的 你怎麼聽出了我的化妝話 哈哈 沒有啊 我整個人上去至少也有40公斤以上吧 哈哈 然後 這個是 我在 我在日本真的沒有看到這個 而且 不知道為什麼 它寫的 s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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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念英文好了 反正 它寫的不是台詞耶 對不對 對不對 它寫的不是台詞 但是 事情是這樣 因為我太喜歡這一張的白龍了 然後又有我喜歡的小少爺的小老鼠 於是我今天看到我就忍不住了 因為 而且我在日本的時候沒有看到這張 如果有看到我一定會買的 因為 其實 比起獲得一種成百 我覺得我應該更喜歡身影少女 嗯 我覺得我目前第一名應該是 神影少女霍爾的移動城堡 天空之城 這樣 但是 霍爾跟神影少女會變來變去 我剛看完霍爾的時候 就爆炸愛好霍爾的移動城堡 呵呵呵 啊 我已經電 我已經電衛生紙了 我有電 因為 我那時候第一個很失敗 然後我就很受傷 然後我就把它擦乾淨之後 就是 再蓋了一次 結果它還是中空啊 Steel中空 所以我就決定 往死裡吃奶的力氣 就是硬第二下 但就是浪費了一半 沒關係 反正我明信片也不是買來送人的 很正常吧 明信片就是要自己看著開心的 我一張也沒有打算送人 哈哈哈哈 謝謝菲菲菲菲的香檳Level 6 6 6 1 2 3 4 4 4 3 4 5 6 3 4 5 5 6 3 4 5 6 Le...Le...Le...Level 6 呵呵呵 呵呵呵 張看起來中間正常嗎 很正常欸 很正常欸 HORR 在香港叫哈爾 哈爾 哈爾冰的移動城堡 呵呵 要稍微咬一下 印章嗎 印章要... 咬一下 呵呵 為什麼 嗯 那是英文片名 看來英文真的 喔對喔 我是英文是真的很爛 應該不...不... 不... 不假吧 還需要...還需要裝嗎 呵呵 橡膠 還是木章 木章 應該是木章 欸欸欸 那個印章的底是橡膠 啊上面是木... 下面是橡膠 上面是木頭 所以這樣是橡膠 還是木章 假木章 真橡膠 怎麼樣 他應該是 擁有這個名字 好 然後我現在 先把他們歸位 因為 我的身影少女海報 被我扯下來了 大家等我一下啊 我先把我的霍兒 歸位 呃 唉呦 其實我小時候也沒有這麼封吉普利欸 我覺得我是被商人搞的 就是這些 台灣一直重複的波影 然後就導致我就 越來越愛吉普利 我覺得我是被... 我絕對是被吉普利 這個商業手法 給變成盤 知道 呵呵呵 輕輕的稍微 前後左右搖一搖 真的喔 印章會有差嗎 好酷喔 這是什麼道理 是墨水是不是 墨水不夠均勻 我一開始也覺得是墨水的問題 然後可是因為我不知道要搖 然後我就瘋狂的去蓋那個... 印尼 呵呵呵 我蓋到整間店都是我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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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明明我沒有受不了限定啊 這些盲盒都不是限定啊 橡膠的不是中間要線 可能是我的桌子真的不平衡 可惡 我整個人都已經上去了說 我整個人都已經壓上去了 呵呵呵 我沒有送不到這個限定啦 齁 嘿 就是大飯 raid 有一點 呵呵 ちょっと想要大飯 Erm 沒關係 我現在呢 就要把這些這些 別間都別在 陳世雅的那個 陳世雅的帆布袋上面 呵呵呵 墨水檯 喔!對耶!有可能! 它說不定是中間的沒有了 這倒是...哇!這個小偵探耶 發現了問題點 跟大家分享 喔!喔!對!吉普利不能播 吉普利不能播那怎麼辦 我之前有一陣子不是一直在播吉普利嗎? 大家都沒有拒絕我耶 你們早點說吧! 看一下喔!那我能播什麼呢? 中華一番 怎麼會有中華一番 對!陳思雅看YouTube頻道了! 看一下思雅 看一下思雅 240台幣 但是他把日幣遮住了 1 2 啊!鮮鮮和糖糖的小鸡夢夢 我一直很想要那個小鸡神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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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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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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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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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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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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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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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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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他這樣子是不是有點可愛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怎么样比较好看 这是我应该凹他吗 如果凹的话 我就可以让他一直待在那个上面 因为那个凹的我没有用过 超级可爱真的吗 居然 该不会也是吉普利迷 一个是长这样 然后一个是 凹了会变怎样 就是这样插下去最后要把耳针 凹下去 凹弯他 凹成一个90度 然后让他完好的 长在那个耳夹上面 但是耳针就回不来了 左右对比一下 没问题 对他会 我把它压在耳垂上给你们看 他会一个长这样 一个长这样 你觉得挂着比较可爱 看一下哦 我把它两个都挂起来试试 因为凹了耳针又回不来了 所以我不能 我不能凹给你们看 左边哦 你选左边 你的左边还是 我的左边吗 左边是这边 我的左手 不要凹 一个凹一个不凹 那也是设计感 设计的一环 挂着会晃啊晃 挂着不会晃啊晃啊 因为 他是 他不会晃 哦你说右手 那挂着 你们都选挂着 挂着会比较出来 但是其实耳环没有 勾那么上面 耳环要勾中间一点 然后我都习惯把它夹在上面 挂着就好 你们居然都选挂着 对啊 你看 只有女生选凹 我也喜欢凹的 可是我也舍不得 啊 100分 女生是一样的 我刚刚之所也会蛤 就是因为我觉得凹了比较好看 看出什么的凹着 哎你看 真的 女生一样的 男女看法大不同 你们知道了吗 这就是从身体构造上 截然不一样的 男女之差 哦有哦有哦 例子的堂堂 生理上是男性吧 是不是 有哦 很明显的差别吧 那我真的舍不得拗了 算了算了 我既然自己要手 我既然自己要智障买错 对看你要自己开心还是别人看的开心 你也同凹的哦 对啊 我真的觉得凹的比较好看 可是我 我跟你说 我现在在你们面前凹 我凹失败了 我就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悲痛 但是如果我凹失败的话 怎么办啊 是不是要用钳子凹啊 好生气哦 那时候就买错了 真的很笨 烦死了 被自己 被自己 对 我凹断了 就会被你们笑 冲吧 先进阴了 尖叫声 看一下 它应该不好凹 还是其实应该要先用钳子凹一半 对啊 我也觉得要去买细的钳子 我现在这边只有剪刀 我想 其实剪刀也可以 大家知道吗 只是剪刀会伤到本体而已 钳子都来了 会刮伤 然后就剪刀 好好好 不要母汤 然后大家 大家说母汤 那就母汤 失败就回不去了 不要啦 剪刀为妙 我建议你还是钳子 好 那个 爸爸 你听见了吗 我回去 好像不需要你了 爸爸 我刚刚本来想跟我爸求救 你怎么那么好拗啊 你该不会是925纯银吧 只有925会这么软 看你 它上面有变灰 它很有可能是925 有一些耳针不能用手就能凹 就是照理来说 市售很多耳针是不能这样做的 但是 当 你看 它像不像屁股 它像不像屁股 像吧 它像不像一个屁股 屁股 超像 看一下哦 那不是河马吗 没有 屁股 你怎么可以把人家误会成河马 人家可是屁股欸 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这辈子都不会乖乖做的事 手作 这也算是手作的一环吧 我超讨厌手作人有东西的 哎哟 河马精灵 屁股屁股 以前扣蛇道具我只会做很小的东西 大道具我就不会出这个角色 哈哈哈哈哈哈 登登 跟大家分享我的新耳环 河马屁股 好开心哦 我今天 今天的头发 是不是很适合 河马屁股 屁股光光外星人 好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成功的喜悦 太好了 我的河马屁股还是长眼睛 大家的河马精灵也都长眼睛啊 我的屁股为什么不能长眼睛 好 怎么 歧视我的屁股了吗 哦真的耶 所以这个应该怎么念啊 Sprite it away Sprite it away Sprite it 这 什么声音上 哈哈 用词 就是 竹间母汤 我的 小心的屁股 诶 那我很棒嘛 其实日文也是还不错的嘛 Sp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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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是吗 是念Spr 还是Spee 你还是丢Spee 哦 那就是Sprite it away 想当初 小时候还觉得学日文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宝宝糖鼠 哦 宝宝 对啊 为什么台湾都叫他宝宝啊 日本好像都叫他宝宝啊 就是日本人都会叫他小少爷 但是台湾都喜欢叫他宝宝 宝宝老鼠 哎呦 把卡西法下属了 卡西法下到抖在地板上 下属掉 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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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噠 我现在要把我的 哎呦 和神上去吧和神 你想站在哪 站在这 怎么样 不要掉下来哦 春日程 你们分开放可以吗 还是你们一定要站一起 应该不用吧 你们有很好吗 说不定你们还不认识咧 是不是 哎呦 逐渐归位 不好意思 大家需要稍等我一段时间 因为上面的杂物是有点多 听臣你想站在哪 我说你想站在哪 想站在哪里 但我现在不知道把它夹哪里 我现在上面超大东西 我看到树桌全一大堆东西 这个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声音上语的明信片 但是我已经忘记 在日本 哦 日本买165元 165元 5元 165元 现在0.22了吧 36 明信片有贵哦 明信片有贵哦 明信片买起来有贵哦 没关系 这个我在日本没看到 没办法了 对不起 对不起妈妈 我在日本没有看到 是我错了 不要怪我 对啊 他为什么忙喝在台湾卖这么便宜 一张900台币的明信片 没有 还是像我们这种 还是像我们这种 哦 我们就是一张900哦 六十 六十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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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六十五 六十五元 衣服很值钱 什么什么衣服 我刚刚直接没有吗 六十 六十 天哪 衣服是证明 衣服也是很好看 什么意思 衣服很好看 生日梯 啊 聖诞梯明信片啦 你们不是买明信片送聖诞梯吗 你们是 你们是买明信片送聖诞梯吧 你买了三十件的东西啊 没错 到现在都还有 还有还没见到面的朋友 这几天要见 终于理解了 我们今天在讨论市族 我就说我没有看过 我其实没有看 认真看过运动的 赛事 因为小时候就没有 看太多 所以我长大就没什么兴趣 然后 我们就在讨论说 就是有什么 西螺啊 然后 还有梅西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就说 我有一個國中同學 他非常非常喜歡C-Law 然後他喜歡到就是 他有一直跟我們宣傳 就是足球的一些東西 但是因為我聽不懂嘛 所以我就 我就只知道他很喜歡C-Law而已 他那時候手機桌布 手機鎖屏 然後包含他自己的大頭貼 全部都是C-Law 然後結果 他就是一直覺得 C-Law是他的老公 就是他就會一直說 C-Law是我的老公天啊 真的很帥 沒有看昨天那一場比 那一場賽就是 天哪 之類的 然後 我現在終於在世界盃看 終於在氏族賽看見了 他的C-Law 好了 大家等等 他真的是 但畢竟他還是很多很多人的英雄 好嗎 很多 而且很多人看完氏族賽 因為就是C-Law 然後就大哭爆哭 真的 之後可能就 比較 少這個 機會 看見C-Law 但是 沒錯 他的情敵可是以異計算 但是因為 我不瞭解 我不瞭解氏族 所以 我不瞭解足球 我沒有辦法 就是跟大家分享什麼 我只知道 當時國中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的朋友一直告訴我 他的 他的老公是C-Law 一個世代的結束 真的 而且 我上一次看到 一個 算是 部落客嗎 他部落客就說 就是他的 他的 他老公就是 熬夜都在看氏族 然後有一天 他就 起床 然後 我忘記是哪一個部落客 反正我去看到文章 他就說 他老公 我知道了啦 是人家寫的文章啦 但是 這應該是真實故事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就是分享說 他老公 那次就是 一邊喝酒啊 然後一邊看氏族 然後起來的時候 他就發上 發現整個桌子上 都是凌亂的酒杯 然後他老公 躺在沙發上面 然後臉開始腫腫的 然後但是就是在睡覺嘛 然後什麼都沒皮 可是最近很冷 然後他就說 他就很生氣 想要叫他起來整理 然後結果 他老公醒來之後 就開始爆哭 然後抱著他說 我的西螺 我的英雄 可能這一次就是 最後一次試出賽了 然後 我就看著文字 就覺得其實蠻感慨的 因為 這是 一個世代的變遷 跟 就是 不知道可以感受到 那個失落感 對 我就覺得 雖然我不是很理解 我沒有了解過足球 但看完還是蠻難過 畢竟 認真喜愛 爆炸喜愛 西螺的人 就出現在我身邊 然後 就看完之後也是難過一下 哼 哭了 但是我覺得 說真的 我可能 可能會很失落 可能當下會覺得 可惡 可是 這種不甘心 我覺得也不到折馬 因為 在球場上的 所有 比賽的選手 比我們任何人都希望可以贏球 然後 也比我們 更付出實際的動力 想要獲得這個 榮耀 跟 尤其是對他來說 這麼這麼重要的一場 所以我覺得 我 看見任何失誤 或者是任何失分 就是 敵對得分了 然後 到最後他們輸了 我覺得 我可能只會 很悲傷 就是我會替他覺得很悲傷 然後很難過 但我覺得可能不會生氣 但是 好像大家這一次 我有看到很多人寫文章 就是 很難過又很生氣這樣子 但我覺得好心疼喔 因為最失落的一定是他本人啊 對吧 雖然我根本沒有搞清楚任何事情 只是 我就覺得 挺替大家難過的 對 那個壓 對那個壓力會讓人家發瘋的 尤其是這麼重大的一場比賽 他本人覺得最想贏好不好 對 希望大家都還可以深愛著這位英雄 還好不是抱著老婆喊 我的房子 我的車子 失足在以後 通通都被抵押了 是吧 就是一個世代的結束 就像當時Coby退休的時候一樣 但是至少還有機會看見阿 但是退休 欸 對阿 其實也還是看得見阿 其實我還是看得見 只是 就是 這個世代的結束 可能大家會覺得是一個遺憾吧 畢竟不是很精彩的結束 對 欸 考試沒考好回家被罵這件事情真的是 可是 考試沒考好難過的絕對是我 好不好 最難過的絕對是我 好不好 不要再三屆阿 呃 等一下好 大家先不要先說後面的事情 我的意思就是 當時退休的時候也沒有後面 這麼難過 這麼shock的一件事情 對 但是 希望大家可以 還是好好愛著希羅 我 畢竟 他也是我們從小看到大的一個很厲害很厲害 然後 也是讓很多人踏進足球這個 嗯 足球這個職業 或者說喜歡上足球的一個契機吧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是因為覺得希羅太帥了 太崇拜了 然後就開始喜歡上足球 其實 喜歡上一個 就是想要去做什麼事情 很多的時候都是因為 看見了什麼人 然後影響了自己 我覺得人的一路上 遇到的人真的超級重要的耶 像當初 就是 就像我說的很多身邊 我身邊的人都逐漸了 走向了我以前也嚮往成為的職業阿 什麼的 然後包含我自己也是 我要是當時沒有喜歡上偶像 呃 其實最一開始影響我人生的偶像是解尼斯嘛 所以其實 第一個偶像產業進到我的生活裡的是 我當初國中的時候沒有喜歡上解尼斯的話 我覺得我現在也不一定會踏入偶像的產業 因為我不瞭解我就會害怕 我就會想說 算了 反正我也就是 不是很理解我也沒有多喜歡 那就沒關係這樣 但是就是因為有強烈的 我也想要像他們一樣的心情 所以我才會走上這條道路 嗯 嗯 世界盃跟NBA的難度還差很多 哈哈 期待越大失望越 我相信大家肯定是會失望的 但是不要 不要忘記了 他是能夠給大家這麼這麼大期待 這麼厲害的一個人 我覺得光是這樣就足以你 崇拜他一輩子 即使這一次的比賽 可能再想起來還是會覺得很難過很沮喪 但是他在球場上還是很努力啊 對吧 嗯 足球的契機是西班牙王子 喔喜歡足球的是 欸可是香港有 玩足球的場地嗎 台灣其實沒有 沒有什麼 玩足球的機會耶 我就基本沒有踢過什麼足球 我好像只踢過兩次 學校 嗯 他是有足球隊喔 比台灣多很多 圓堂手 優秀 魔神的右手 黃金生贈 我小時候也喜歡看 那算是我看最多的運動 運動翻了耶 就是 閃電11人是我會 我會特別轉台停下來看的 烈焰龍捲風 還有啊 龍舟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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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721號 色羅的摩迪 這次也很可惜 好 為什麼被大家說成閃電11人 喔 港頓集訓基地 可以偷看嗎 沒有還有很多 一人剛剛在講話 有了真的事情 我的勇氣 還你的心頭 一瞬間穿越時空 到了午後 和你的心中 這一刻就是激烈你和我 我連我都沒也能夠感受 好想打招 小琴又不是靠頭髮閃亮閃亮 小琴是整個人在發光 好棒 讓你下次過個喝吧 夢想照經現實 我知道大家 我看到很多人限動發在日本酒吧的時候 日本人有多麼的激動 一進球就是 很好玩耶 好想體驗看看喔 大空運 林哲星很喜歡那一部耶 足球小將 好想看 劉曉晴可是我的小菜羊 希望每年經典賽的中華隊可以像這樣 是 是的 那肯定是很憧憬的 夢想身高 換棒球中華隊加油 雖然我所有的 我所有的運動都很不了解 哈哈哈哈 但我覺得 台灣其實也還是很瘋這些競賽 因為包含之前士大運啊 士族啊 然後奧運啊 什麼的 我都能感受到身邊的人非常的熱血 即使我看不懂 但我還是蠻開心的 因為就會有覺得大家同時之間都很關心很關心一件事情 然後每天 就算不了解也可以討論的感覺很有趣 經典看似幾個人特別多 有啊 阿弟還有在參加比賽 不是耶 我的體育課 我不知道 可能基隆不太適合 基隆地比較小 我們沒有場地打棒球 也沒有場地踢足球 我們會的只有籃球 排球 躲避球 而且女生多數時候對籃球比較沒有興趣 我們多數都是在打排球或躲避球 優秀 這個國球很棒 這個國球很棒 台灣一季凌空抽射得班也是很帥啊 我不是耶 我不是會 我不是會一直請體育課的人 我在高中之前幾乎不請假 高中後是因為工作才會常常請假 在大學前沒跳過課 在大學前沒跳過課 很棒吧 我連看籃球都沒興趣 而且不是少女幫話都會說 女生都會在場邊幫喜歡的男生加油嗎 我從來 沒有在非必要的時候出現在籃球場上過 我唯一有出現在籃球場上 看男生打球的原因是因為 全班舉班帶隊 去幫男生加油 不得不 我只好在那邊加油 好啊 不是很想看 因為看不懂啊 灌籃高手的不是真的 欸但不會 真的 還是很多女生會特別去看 很帥的男生打球 或者是說什麼 不是都會有那種嗎 喜歡的學長 之類的 雷吉的體能 雷吉很厲害 雷吉應該 如果是雷吉的粉絲 常看他直播的話 他其實有分享很多 他之所以為什麼體能這麼厲害的原因 就是他的那個 他的學習歷程我覺得 與一般人非常的不同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看 也可以去問問看他為什麼會這麼厲害 我對於他這些 一般人不會有的人生經歷 感到非常的驚嚇 哈哈哈 謝謝博承 何魯斯之夢 很帥 很多男生也會去很帥 什麼去很帥氣 你是說去跟很帥氣的男生打籃球嗎 謝謝新疆 星球大探索 他是被逼的 對他是被逼的 但是不得不說 他現在變成了一個很強的強者 而且我跟妳說我真的是 就是我很不理解 包含淋於心秋品寒這種 看起來沒有肌 看起來 是看起來 看起來沒有肌肉的人 為什麼 會 體能跟力氣 呃 品寒 力氣好像其實沒有很大 但是他跳舞的時候 然後明明力氣就很大 就是 他很知道要怎麼樣控制肌肉 但是他明明看起來就是沒有肌肉 你知道嗎 我不懂 這到底是哪一串問題 我是不是少了一條控制肌肉的神經 我真的覺得我好像 我身上我出生的時候已經少了點什麼 請問外面可以買到嗎 就是控制肌肉的神經之類的 如果可以買到的話 我是蠻想裝的 協調跟輕盈 我就真的很不協調 肌少症 我覺得我應該有 謝謝阿成 咻咻你喔 我的偷拍要更淺了一點耶 BCWT當天 有看得出來嗎 他現在有點偏金色了 賴吉最想成為我 那是因為他平常 那是因為他想體驗一下 就是講話 講很多 然後聲音很高亢的日子 但我相信他不會想要超過一天 還沒有啦 距離全金還很久 可以再洗個兩三次 那下面的粉紙變成完全的粉色了 平常兩次 會再前一層會變白金 所以他現在其實只是偏黃而已 然後我就想說 我桃園過後 我再來補色 怎麼樣 這樣你們就可以看到三種階段的他 還沒有掉色的一次 然後掉了兩層色的一次 然後reset可以看到補色後的 但是我其實不知道我補色會不會成功 畢竟 他那個補色的東西聽起來蠻難搞的 髮尾跟唇色很像 沒有喔 他比我的唇色還要深 你可以在頭頂補黑色 手動布丁 何必呢 有點紫色 其實還是層次多一點 我就想說 可是我補色會補紫 因為我沒有想要他是粉 試試看 補色顏色 可以自己調 可以自己調 可以自己mix 然後也可以手動變成變淺 就是你加水啊 但reset有可能是毀掉的顏色 請大家多期待 因為我還沒有補色過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成功 希望大家reset當天看到我是一個正常的樣子 會在飄嗎 短時間內不會 這個 莉子的紫蘿蘭紫 喔 我很喜歡他 呃 拍 RUMOR 生血針的時候的紫色 就是那一次的紫色 是我很喜歡的紫色 那是 那是所謂的紫蘿蘭紫嗎 他後來再補籃一次 是MV還是什麼時候 有再籃一次的紫 就比較深 我喜歡淺一點的那個 灰紫嘛 但是我記得他本人喜歡 後來再懶的那個顏色 他比較喜歡 我不知道那個顏色怎麼形容 他 筆一開始再深一點點 比較偏正紫色一點點 封面罩 不是封面罩 封面罩好像是我喜歡的顏色 問題是毀掉會變什麼顏色 我嗎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沒錯 藍髮是一條 不歸路 要趁現在做一些適合金毛造型的穿搭嗎 欸我沒有為了 懶頭髮換衣服欸 就是我的衣服都還在這 我沒有好像沒有要換的意思 怎麼辦 請問金色的話適合穿什麼 叫 假如風 但是假如都會很夏天欸 我衣服 現在需要很冬天 這次就是金色的星星了 那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 目前現在很多人在現場搶購的東西 我做到腳麻了 行動吃壞 欸抱不起來 欸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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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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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住你隔壁 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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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沒關係 如果沒有喜歡也不一定要Gay同款 有看啾啾再去 包包我超推薦的 包包是大推的等級 超超讚 我跟你說大衣之所以這個顏色 是因為Josuke 就是第四季的男主角 東方藏助 他的整體風格 他是穿高校服 然後他的高校服有一個 很不自然的開金 那紫色的話應該是因為 他如果是做 黑色的話 就很苦 他是學生服 但是我覺得 他的細節很棒跟你們分享 你看這個 這個就是Josuke 身上他那個高中 學生制服不是有一些 奇怪的 奇怪的 那個是鈕扣嗎 我也不知道 設計 好的 摄射的東西全賣完了 登登 對 所以 恭喜 我很有眼光 我挑的東西 全部都是第一天就會玩瘦的 好吧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雖然我還沒有發 我其實原本想說要今天發 但是因為 嗯 就是 我想說 照理來說讓我們發文 是應該要促銷那些 就是沒有第一時間被搶購完的東西 然後我看到了這麼多人在現場搶 我想說好 那我還是晚點發好了 然後但是重點就是 那天我在拍這套衣服的時候 然後 我就走在路上 拍照嘛 然後我就在找景可以拍 然後結果就是突然有一個女生 看了我很久 然後就 嗯 就是 因為那條路很大 我沒有擋到任何人的狀態 然後我想說怎麼了 要過嗎 然後我原本想說可以過之類的 然後她就說 呃那個不好意思 然後我想說 天啊 該不會是因為看到我的頭髮 勝出我了吧 那個不好意思 這個是下個禮拜要發的那個 JoJo聯名嗎 對啊 真的嗎 我剛剛就是想看到這個 這個帽子 天啊 我可以摸一下嗎 我想知道質感是什麼 真的好好看啊 我下個禮拜一定要搶 請問現在這個牌子都會搶完的嗎 還是限量就不會再出了嗎 真的 那那可以可以詢問一下 你是電源嗎 不是啊 哦 那那那那那這個大一 你是這個號是多少 呃m號 好 好謝謝 謝謝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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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試 我就這樣失落了一下下 而且跟大家分享 他只是因為我站在一家百貨公司外面拍照 他說他是那間百貨公司的成員 呃不是成員 對不起 他是那間百貨公司的店員 然後他說看到我站在那邊很久 然後他就想說他才剛用手機滑到 怎麼眼前就看到了一樣的衣服 於是他就殺過來了 嗯 對 謝謝 拜拜 我是 請問你是店員嗎 我是 呵呵呵 嗯 其實我也可以回答我是啦 有什麼問題可以問我 驗生死 對 好的 謝謝大家 我是行動店員 我 我現在在想我這篇 那個商品的文案 究竟要打這天發生的故事 還是 還是 揪揪一下 還是揪揪就好了 大家 大家覺得 我要不要打今天的故事在文章裡呢 我是覺得 應該會起到一個很好的這個 宣傳效果 哈哈哈 故事很棒 哈哈哈 我跟你說 真的是真實故事 我的攝影師還被嚇到 哈哈 雙故事線同時進行 欸 欸 我是人物 我 他是什麼 她是對 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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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好笑 人生好難 是吧 我不當人類了的原文是什麼 我不當人類了 JuJu 對阿我原本以為 是辭職 辭職 辭職 要跟他推一下你阿 說不定接下來一日店長 都是沒有他們這個商品 他們這個廠商 好像沒有一日店長的活動 你穿這樣不就是希望人家買 當然希望人家買阿 但是我原本想說就是 我一開始很緊張 不知道是因為我懶完頭髮變得特別好認 還是怎樣 你知道那個心中總是會有一點 畢竟才剛懶頭髮 沒關係 大家下次就算認出來了也別認我 請不要認出我阿 就不要好不好 謝謝Jeky的加油阿 沒有一日店長 因為只有一日店員 那也是沒有問題啦 我相信我應該會有一個很好的銷售能力 歡迎大家找我一日店長 我是認真的 但是因為畢竟這間廠 這個牌子它是在百貨公司內 所以 好像也沒有辦法有一個好的銷售能力 我只能讓它進來之後會帶東西走 但是我沒有辦法保證會有很多人來 超爆走心 遇到就喊我店員好 沒錯 大家好 我是X-Rage 中間新來的店員 效售能力很好 結果下次遇到你穿得很平常 很平常也很好阿 怎麼了 我平常就穿得很平常好嗎 我當天真的是為了工作才穿這樣出去的 大家有沒有想想我的感受 我都一生工作的樣子了 卻被認出了身上的衣服 但不折不說 我覺得這次99聯名超強 這次99聯名 我一開始覺得品項太多了 然後看到今天的人潮 而且它是每個品項 每單品項最多一人只能買兩件 然後我就覺得我懂了 99迷 99迷很厲害耶 蠻好看的嗎 我覺得不滅鑽石系列的都很好看 然後 我還有心動別的 但是我在這幾個裡面 就是挑了 我覺得可以搭在一起的 我跟你們說 就是 有一個天氣預報的帽T 你們知道嗎 然後它的那個帽T帽子 好像是可以拆下來的 我覺得帽子很可愛耶 但我一開始不知道那個可以拆下來 因為我看到Model的圖 有把那個帽子拆下來 你不要穿著雷就偷笑 過分了 對 聽說十字海也是很好入坑的一個系列 我想說我不面鑽石看完之後 就去看十字海 我真原版不面鑽石看到一半了 而且我 我覺得 我有越來越被 那個 我也忘記他叫什麼 Koichi Koichi-kun 我有被Koichi-kun可愛到耶 因為本來韋玉貴的聲音 就很適合叫來叫去 你知道嗎 然後Koichi-kun的角色 也是叫來叫去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就覺得 聽韋玉貴的聲音蠻療癒的 沒有乾燥注意報 開局就彰化滿天飛 你說十字海嗎 對 天氣運報的那個帽梯是真的有 真的有角 而且 我一開始以為它就是帽梯而已 結果好像那個是可以抽下來的帽子 好想要喔 天啊 沒關係 我現在決定留給愛好們去買 就是一定有更多很喜歡舅舅的人 我才剛錄坑我還是個心犯 我就不搶了 真的喔 為什麼 為什麼不推十字海 我看了第四季我也很喜歡陳太郎 我一開始比起 我一開始比起Josuke 我更喜歡陳太郎 但是 我覺得東方藏住的智商 就是真的是驚呆我了 我覺得這座系列的主角群智商都很高耶 不會有那種你覺得 不會有那種看了 你會覺得 怎麼會奔成這樣子的劇情出現 會覺得很棒 然後包含那個Koichi君也是 一開始是呆呆的 然後越來越覺醒 但是其實我一開始就有猜到 我不知道會不會爆雷 我是 大家如果有要看的話 反正就是我一開始就有猜到 Koichi君的走向了 對 然後包含就是 呃 他後續的走向 我也猜到了 然後所以我看的時候就覺得 呃 Joujo在我的點上 為什麼 因為完全就 呃 不能說可以猜到 他的劇情脈動 因為他其實是有給你提示的嘛 有給你提示你才會知道他接下來要做什麼 可是就是我覺得 有一點猜到的感覺很爽 然後再來還有突然 360度大轉彎 180度大轉彎的劇情線 我也覺得很開心 好 就是看了很開心 哈囉 我要念榜啦 我要念榜囉 大家 不知不覺已經來了這麼久了 今天就是我的這個 明明人已經不在日本 但是開箱了很多日本商品 嗯 不能放日本歌是不是 First Love也不行 糟糕了 最近 紅的東西都不行 天空真的也不行 明天見 曬東西的一集 沒錯 明天桃園見 啊記得明天桃園很冷喔 記得要多穿一點 啊禮拜日根本不用說了 禮拜日才是超級爆炸冷 明明不在日本 還是可以買一堆吉普利的故事 對 希望大家可以 希望大家可以明天來看我 哈哈哈 好啦 念榜啦 明天見明天很冷喔 大家 今天的第15名是小白兔 謝謝 今天的第14名是阿伯 阿伯 阿伯 是阿伯 阿伯 我跟妳說阿伯 我最近 我被老師稱讚說聲音超 就是 我覺得她是一個商業稱讚啦 但是妳到聽到總是很開心 老師就說 妳的聲音很亮很好聽耶 然後我測了一下我好像 可以最高到 收 高音收 但是 就極限了 我的聲音只能開到高音收而已 而且就是 音域越高越響 可是就是下面 我就是真的有點低不下去 我記得以前 我們合唱團的時候 小時候真的很小了 國小的時候 那時候好像 就是差不多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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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到拉嗎 收吧 好像也是收耶 那個時候也是高音收 所以我沒有變過 我的聲音還是這麼的高 但是說不定 說不定我的低音 有變得比較 廣一點喔 比起以前 因為以前 畢竟唱一支一 我就沒有試過 往下的聲音 但是我覺得不能 我沒有辦法唱二部 我之前被拿 拉去二部支援 然後我就一下被一部拉走 一下被三部拉走 一下被一部拉走 一下被三部拉走 二部 好累 對啊 我到收吧 我到收吧 好的 謝謝阿伯 今天的第十三枚 嘿嘿 多喜歡你啦 剛剛想到 新髮色還沒截過圖 就來個啾啾你啊 新髮色新風格好棒喔 現在是加九妹峰 期待新髮色 謝謝 求求樂見 所以十二月不會見了喔 那 那我們就 音樂 你真的要一月再見嗎 你真的十二月不蘭嗎 好吧 現在也來不及了 我們賣完了 謝謝聲音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到一月的時候 顏色會長怎樣 所以 所以我不保證 一月的我 也會是這種挑染 我可能 我應該會去洗個別的顏色 就試試看 就是 到時候 再看看吧 今天的 第十二名 這樣第十二名 明明要辛苦了 公園見 天氣變冷了 老闆多穿一點喔 天靈 公園到點 很冷喔 請記得多穿一點 我們禮拜日見 我們禮拜日見 真的 聽說禮拜日下探 下探到幾度啊 是不是各位素 我現在在擔心我那天 會不會被我自己冷屎 因為又不想穿太多 這樣會不好跳 我是說去練習的時候 這樣會不好跳 今天的第十一名 麵麵直播辛苦了 很期待這個禮拜的公園 會帶一圓屋 見送的時候 我會大喊 麵麵 還有看到麵麵 也有跳TP 米奇妙妙舞 對 沒錯 喜歡嗎 我們是UNI HOT DOG 謝謝博長 沒關係有劉曉晴 劉曉晴會加溫是不是 不行啊 在她旁邊會太熱 太陽應該會 太陽的溫度應該 正常是沒有辦法 一直站在旁邊對不對 看啊我就是免疫了啦 今天啊 第十名 明明直播辛苦了 公園雖然沒辦法到 但喜歡跟老闆同在的 主公園一切順利 天氣變冷了 老闆要記得保暖喔 小心我跟你說 你真的要小心 禮拜日真的會變很冷 但既然你又不能來公園 那就更慘了 當天如果你很冷的話 看到老闆你就會覺得 身心暖和 結果她被療癒了 結果她瞬間覺得 好像也不是那麼冷 但是因為 十二月你沒有辦法來到現場 而且當天禮拜日真的很冷 你又看不見我 你一定會覺得更冷 我跟你說 你一定要好好小心 你當天的心靈跟身體狀況 好嗎 千萬不要冷到了 加油 加油 多穿一點 謝謝小溪 好的 今天的第九名 面面晚安啊 這週英語連綿冷炸 多注意保暖 聖誕歌曲紅炸 第二彈 再次提供面面給大家的彈藥 請蘇詢 醬 有沒有太長 無所謂的愛 I want for you 欸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只跳出了這個 我來看一下 有沒有 Beautiful people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Beauty beautiful girl And I want the dawn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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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從頭到尾是注音啊 傻眼 Beauty baby Nothing on you Baby Yeah Say what say hey Oh you should don't worry And have a day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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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嗎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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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18 天冷了 米開朗基羅要去泡熱水澡 它會變成 米開朗基羅 米燒開朗基羅 米 米開熱水 米泡熱水 米燒開了 米...米...米蒸好了 米蒸好基羅 怎麼樣 米蒸好基羅 稀飯開朗基羅 海濃 他 他泡熱水 不是通常是蒸飯的時候嗎 單純泡熱水 我倒是沒有想到 西泡 西泡 開朗基羅 請問這首歌 是跟什麼 和在一起啊 就是 是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so beautiful people 我們感謝 稀飯備料園 稀飯開朗基羅這什麼 這個是 什麼 他看起來長得很像鬼修女 斷頭台耶 好酷喔 他看起來 他的Christmas過得 跟萬聖節一樣快樂耶 真好 感覺他玩得很開心 對 哦 嘿 Christmas 是 啊 One Moe It's you 這就是那個嗎 那種叫什麼 用死亡吼的那種 劇團叫什麼 就是用吼的那種 叫什麼 米泡熱水其實不會被吸發 要繼續煮 對嘛要煮滾才會 死亡金屬 我真的有國小同學去唱 死亡這種 是金屬嗎 就叫死亡金屬 重金屬 不知道反正它就是 現在台灣算是 Metal那種感覺 台灣現在其實還是有 很多很多的樂團在進行 然後只是樂團活動 我沒有這麼的 就是碰觸 所以我也沒有看過我同學表演 但是它就是 對 吼槍的那種 我知道 背背背頭 就是它是 就是 吼槍的主唱 然後 我覺得很酷 它現在就是 我想都沒想到 國小的同學就是 之後 大家的這個發展都 很超乎我的想像 以前的戲樂團算吼嗎 它是高音吧 它不是吼啊 聽起來很像打嗑 你打嗑都那個聲音喔 吼槍很難打嗑 你打嗑可以打這麼久嗎 反正就我覺得很特別就對了 它就是 現在是吼槍的這種 樂團的主唱 我就覺得大家都好酷 還是是我身邊的人特別酷 剛剛那個樂團 它還唱了很多Christmas歌耶 天啊 好厲害喔 我們先來聽一個正常版的好不好 Against the current的版本 好啦 NuMetal 聯合 聯合公園 聯合公園 聯合公園的歌很好聽 有偶像唱偶像 真的喔 現在嗎 第偶嗎 團名叫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耶 你不會想看喔 人家是男生 是我的 國小男同學 帥嗎 帥嗎 因人而異 非常推薦帥的 你說非常推薦帥的什麼 帥的我同學嗎 好 今天的 今天的 嘿嘿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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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到哪裡了 剛到第9名貝樂爺對不對 第8名 欸 我剛剛有幫貝樂爺拍手嗎 應該有吧 稀犯貝樂爺 接下來是晚安 希望RESET GOLLYON可以再次來一個獻躍 Association 希望桂秋千秋樂有機會 沒有 我沒有說他不帥 因人而異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覺得帥的話 但你們不一定覺得帥啊 我不能掛保證說他爆炸帥 我跟你們說 你們去看他一定會被殺到 他帥爆了 啊到時候如果你們覺得不帥怎麼辦 女生的審美跟男生的審美 本來就不一樣 對吧 好的那 今天的 第八名就是Jacky 今天的第七名 難得可以上榜 雖然想說冷笑話 但是我沒有梗 差點以為小翼身為貝勒爺的頭號粉 終於要跟貝勒爺開戰了說 世界終於開始恢復 往常了 看來六丹握手會終於可以來了 我也把過期五年的護照續期啦 真的希望成秋樂全就可以來 很想來開一次山祖的公園 而且真的是最後一次山祖公園了 拿一下彩帶 那你可能要先把香港的所有廟都拜過拜 好啦 越看越覺得你藍髮真的超級無敵好看耶 但還是期待有機會回到黑髮面 最近真的超冷 自己看著各國的預報 預報模式感到無比的興奮 畢竟我是三度還穿著短袖短褲 像體育課的風子 桃園跟公園要加油喔 注意保暖廣告 想了解更多Tintv嗎 我弄了一個專屬Tintv的危機 王子是AKB48的Tintv Findom.com ZHTWWiki 歡迎大家也可以去編輯喔 好的 非常感謝這位三度還穿著短褲短袖 跟北海道的朋友一樣瘋狂的小姨 真的是瘋子 我十三度就不是短袖短褲了 你三度還短袖短褲 我也是很佩服 今天的第六名 面面直播 等一下等一下 我現在才認真看阿誠的這個頭是 這個頭貼是 我是發生什麼事了嗎 我在台上是有多興奮 面面直播辛苦阿 染髮後面好漂亮喔 跟HEPA的時候多了一點態度 沒錯 我現在就是一個看起來有態度的人 而且我覺得不染髮的話 就不會知道自己適不適合阿 總要冷冷看嘛對不對 好的 上週CWT62 第一次用相機去翻拍好開心 希望你不會覺得我拍太久 才不會 而且我覺得老實說 我覺得CWT那個後方打光阿 我一直覺得你們拍起來的我們應該有長很恐怖 然後我一直很擔心看到你們出照片 結果我覺得照片都很不錯耶 還是因為大家都有選過 我覺得大家出的照片都很好看耶 被認為是電源的走心率好可愛 Reset公演我應該是沒機會了買不到票 好開心喔 能夠聽到我們也會有買不到票的一天 我覺得非常的欣慰 下次要加油喔 最後推格很喜歡的死亡金屬歌手 瑪麗連曼森 瑪麗連曼森 欸我從來沒有去認真聽過死亡重金屬了 但是 我有遇過我同學說 他 讀書的時候要聽死亡重金屬 他才有辦法讀書 我是很佩服 我是讀書的時候聽輕音樂的人 所以 我佩服 謝謝阿成 阿對 大家上次不是問我說 有沒有遇到C圈的朋友嗎 我跟你們說 我不是說因為那天其實COSER很少 然後 我回去之後發現 我有認識的COSER兼攝影師 有拍我耶 他有出一張圖給我 然後他就說 他那時候就有在猜我當天會不會去 然後他就有看到 然後就拍了幾張我的照片 天啊 原來真的有 我已經離開這個圈子七年了 沒有想到居然還有人會有遇到我 然後就有拍照 我好感動 超開心 你知道照片 預覽整片三原色有多絕望嗎 天啊 台灣也太小了吧 嗯 真的 台灣的圈子其實不大 好開心喔 我有收到照片 謝謝大家 自我努力在三原色裡面 挑出正常的照片 跟修出正常的照片給我看 我覺得他很不錯耶 當天 當天的 當天的色調 而且 不知道為什麼 當天的照片是不是有點過於活潑 我的頭髮是不是有點飄逸 謝謝大家 好的 今天的第五名 今天的第五名 黑流星 天啊 黑流星的頭貼這個造型 我跟 我跟那個髮型師姐姐說 我染完這個顏色之後 我覺得reset好像可以試一下特別的造型 但是前提就是 姐姐要有空幫我吧 我真的試一個奇葩造型 欸我這次這個顏色更像荷包蛋耶 對吧 我如果 我如果自己補染染壞了的話 我可以試試看一些特殊的 可以遮住髮色的造型 八馬尾 欸這個髮型還沒試過綁雙馬尾耶 可是我不喜歡指髮雙馬尾 可是我不喜歡指髮雙馬尾 指髮雙馬尾 在我頭上不好看 有點微妙 看起來超派的 老闆還沒有想明天的髮型 明天就知道囉 不用太期待 好的 今天的第四名 就是我們的 黑流星 黑流星 謝謝流星 好感動喔 還記得徵選的時候的故事 好的 今天的 第四名 欸我剛剛講第五名 還是第四名 我剛剛是不是講第五名 第五名是黑流星 今天的第四名是 感謝直播分享 先恭喜 IG最終人數到兩萬啦 謝謝大家 這是我的兩萬第一篇文喔 會是 JoJo 好 這毫不掩蓋 我是一個被業配衝刺的業面 很抱歉 希望大家會喜歡 這次的JoJo照片呢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們 在路上 拍得 很丟臉 我拼盡了我所有的能力 跟尺力 跟尺力 還有腰力 拍了這系列的JoJo照 所以 這 也是 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 謝謝玉安 好好的 今天我第三名 面面的頭髮 真好看 最近的公開活動 我都沒辦法參加 期待公演時間 還有面面能夠祝我生日快樂嗎 12月17號出生的小射手 欸 12月17號之前 先看喔 現在是12月了 欸 我12月17號 當天會開直播欸 你要當天的生日祝福 還是現在的生日祝福呢 還有心情 首先我們先感謝 今天的第三名 心情 好嗨 心情 12月17號 可以看 可以來看我直播 生日快樂 當天好 那我們當天唱生日快樂歌 怎麼樣 謝謝心情 那 對 最近都不能看 好吧 上一場也是在桃園啦 沒關係 四捨五路看到了 桃園的我 四捨五路 上次的嘉年華 雖然這次不是 好吧 沒關係 我們總會再相見的心情 下一次公演會來嗎 一月公演 有機會的吧 今天的第二名 今天上班 感覺老闆忙 大概不能開很久 明天要出機場 回來可以 回來 回來 不是去機場之後 就要直接飛嗎 回來可以 常常見面好開心 昨天突然想到 我其實也沒看過幾次現場黑髮 是新粉絲 是新粉絲 是新粉絲喔 明天見 好的 我們這裡的老妹在專嫩 我們這裡 嚴格來說 也算是有一點點小小年紀的醬油 現在在裝嫩 謝謝小安 好黑 欸 但是其實我發現現在在場的人都算是有支力的醬油了耶 我沒有這年紀 小安你大姐又大姐了是不是 不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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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什麼小安排這麼多嗎 可惡 看來 我現在也要跟她下戰鐵了是吧 各位都是老油了 唉 老油了唷 老醬油都老油的咧 哈哈 喔 雜米亞是新粉嗎 萌星你最好 俊全拿著萌星 好啦 今天的第一名 我剛剛不是占年紀 我明明就不知道小安幾歲 我純粹是在占這個范琳 今天的第一名 今天的第一名是 是我們今天猛爆開香檳 今天是一個什麼值得慶祝的日子嗎 今天是 今天是一個我的行程滿載的日子 但沒關係 我行程被曬得滿滿 我很開心 但是我希望今天我會早一點睡覺 謝謝菲菲瑋瑋 High 嗫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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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оказ white 謝謝大家 喲哟 拜拜 好 等待要出門下注 那 那你快去 你快去 拜拜 今天齊人節 十二月十四 情人節快樂耶 不是每個十四號都要情人節好不好 大家千萬別被商人給騙了 兩年前在圓山買的腳 他已經沒電了 我猜他在 他在那個 我覺得他在那個箱子裡應該有被按到 因為 他沒有辦法鎖 他好像有插的地方耶 但我沒有把他插起來 是我錯了 唐突了 他已經沒電了 拜拜 晚安 我還是兩年的那個 我已經不會尋路挑戰的RAP了 什麼尋路 尋路 走出咪吾 咪吾咪吾 對不起嬌哥 明天見 我現在都要講清楚我要到 你要到 好 那這一次的應援扇請問是蔡面面嗎 今天這次的應援扇是蔡面面了嗎 不知道 看你明天要拿幾隻 一隻 一定是兩隻起跳是吧 晚安 肯定是吧 確定喔 確定喔 好啦 拜拜 拜拜 see you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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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睡早起 明天很冷 然後又要走走到桃園 大家如果是要下去桃園的人 記得要走到收集喔 拜拜 拜拜